白露的本名叫白梦炎 在没有成为明星之前 她凭借自己甜美的长相和气质 在网店做模特 这段经历看似与娱乐圈没关系 却也因为机缘巧合 进入娱乐圈买下了伏笔 由于白露拍摄网店的那家老板娘 特别喜欢白露 机缘巧合下 把她介绍给了一个拍微电影的朋友 猫的树 这应该是白露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名字 这是邀请她拍摄微电影导演的名字 本着多一个机会发展的她 却成为了白露远梦的挑版 成为猫的树导演的80%的女主角 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作品 却冥冥之中变成她的一份简历 在2016年的时候 于正看中了白露所在的微电影公司 在看作品的时候 白露给于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甚至在第一次去见于正的路上 还在想 人家大导演怎么会看上我呢 就穿着简单 就和于正导演去见面交谈了 结果可想而知 傻乎乎的白露 凭借自身身上的纯粹 简单可爱 让于正看到了她的闪光点 因为于正的发掘 正式成为了一名演员 在这之前 不得不说白露背后的女人 她的闺蜜何寒丹 在白露是模特 她的闺蜜是一家摄影公司的小摄影 两个人当时的收入并不算多 每天忙忙碌碌的 还总是幻想 期待哪一天对方能致富 带自己一起去享福 在这种忙碌而又充实的生活中 两个小女孩互相鼓励 互相帮助 走过那段艰辛的岁月 因此在白露成为明星后 第一时间就将闺蜜高薪拼请过来 成为自己的私人助理 不仅给闺蜜开通了亲属卡 还帮着闺蜜去追她喜欢的明星 虽然两个人是工作关系 但更多的是朋友 正是这段真挚的感情 让他们两个小姑娘更明白友情的可贵 两个人在今后的道路上 相互鼓励 相互成长 相互安慰 在我们看来 白露是幸运的 也是努力的 成功没有捷径 正是因为自己的努力 所以当于正这场东风吹过的时候 她才有机会满载而归 凡是努力的人都不应该被遗弃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机遇和努力 才能让我们看到这样优秀的白露 才能让我们见证她的真实 她的真性情 白露真的是娱乐圈中逆天改命的典范 相比于科班出身 草根逆袭的故事 听起来美好 但事实却要残酷很多 白露成名之前的道路也很曲折 白露网红初期学历低 并且也没有擅长的才艺 18岁时去韩国参加练习生选拔都落选 好在白露的外形条件不错 成名前还做过模特 网红圈长得好看的不在少数 但他们的颜值都离不开特定角度的加持 在某些场合中出现过明星和网红同框的画面 当他们现实中站在一起时 观众可以肉眼可见的看出他们差距在哪 首先来看白露的长相 他的颜值算不上顶尖 但是360度无死角 并且眉眼中透露着一丝英气 与千篇一律的网红脸不同 白露的长相辨识度很高 从网红转型为明星 最关键的是要有演技 得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演员演技真的很持天赋 有些演员出道十几年 演技还是一塌糊涂 网红出身的白露 却没有因为演技被观众诟病过 招摇是他第一部受到关注的电视剧 他在剧中造型俐落又盈气 与网红时期的文艺气质打相径庭 当然白露肯定在拍戏前做足了功课 才会将角色形象饰演得这么逼真 网红出身的他肯定会努力抓住每一次机会 就算成名后的他也不忘初心 在演戏方面绝不含糊 所以才有了他在周生如故中的大火 还有就是白露的真性情 让观众十分喜欢 他在综艺节目中毫不做作 一点也没有偶像包袱 在跑男中 他豪爽的性格 也获得了无数粉丝和其他嘉宾的喜欢 他的风头已经有压过洋映的趋势了 白露从网红发展为顶流 有实力也有运气 但肯定缺少不了努力 出道至今 他驾驭过好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今后也必定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使用这个角色 优优独的 Ara期间 我们带来好多分